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讲到见识科学 见识科学其实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就是法医 就好像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 很多学生常常会举手就跟我说 老师我好仰慕你的工作 所以我每一集CSI犯罪现场都看 我说你看错了 CSI犯罪现场其实就比较像你们三个礼拜 邀请李成龙李老师的工作 见识科学 见识科学跟法医其实有点相同又有点不同 对 差在哪里 其实最主要是说见识科学它是属于物证的部分 法医是属于人证的部分 什么叫物证的部分呢 就好像一个人车祸撞击失望 你去检验这台车子 它撞到什么地方 导流板是撞到哪边 后照镜插到哪边等等 这一些彩证的工作 这些物证的部分 是属于见识科学的部分 那法医就是属于死因的了解的部分 所以一个是针对物的部分 一个是针对人的部分 所以下次如果有同学跟我说 老师我看过法医清明 那我就相信了 你没有看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法医会不会也要开所谓的死亡证明书 应该是说 死亡证明书大概分两种 在我们国内 因为我们台湾是很文明的国家 不可能就说 人家跟你说 你爸爸死的 也死了 你就真的很伤心 把他带回家之后 后花园挖个洞就把他埋了 这个就不能到 那也不是说 牵扯到不能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法治的国家 所以一个人死掉之后 除了医学上鉴定他死亡以外 我们一定要开一个证明 通行证给他 他才有办法拿这张通行证 去护证单位去除护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出生 你不可能带回去自己养 会有出生证明 对 你一定要 妇产科医师给他开一个出生证明 你要拿去护证单位 你才知道他是某某某 给他取一个名字 所以他才变成中华民国 台湾或台湾中华民国都一样 你就变成我们的一份子 各位如果以后你们看到 你们家人或亲戚朋友的时候 他看到最上面那行 如果写死亡证明书 这个大部分都是医疗院所 卫生所民间的医师开的 这个只是针对病史 在医院的这种 那如果除了病史以外 你要开 譬如说有人出车祸 被撞死的 或者是他可能有忧郁症 上吊自杀的 或者是不小心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在飘车 跟人家吵架 不小心跟人家打一打之后 被人家打死了 这个就需要地检署来开 台湾各地的地检署的法医来开 是有刑事的一些案件相关 所以就会交给法医吗 除了刑事 其实应该是说以刑法来讲的话 就是说疑事非病史 就怀疑他不是病史以外的 要由法医和检察官来开立这张死亡证明书 这张死亡证明书 也就是我刚才讲民间开的 民间也包括医疗院所开的 它叫死亡证明书 由地检署来开的叫做相验尸体证明书 相同的相验尸的验 化验的验尸体证明书 那这个地方是有点区隔的 一个只是针对单纯的病史 那一个是针对于意外自杀他杀 那像讲到这里的话 刚刚有提到医院开了跟法医开了 那法医跟医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也有症状吗 也会实习吗 怎么去分别 其实有时候常常人家问我 跟主持人同样的问题 我常常会跟他开个玩笑 就像我们医院你有很多科 复展科内科外科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当成法医 就是一个法医学科 那只是说一般的医生 他是针对有呼吸有心跳 活着的病人 哪怕是脑死 我们也认为是说 他有仪器辅助的时候 他还是累活着的医师 还没有开始往证明书 还没有开始往证明书之前 那法医就是等于是服务 没有呼吸的病人 我觉得这样来区别会比较简单 那至于说license的话 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有 最高学服台大 他们有法医学科 他们每年会有招收一些学生来 培训 比如说有医学相关科系的学生来 或是本身是医科来进修的 分为家族医组这一些人员 那他们毕业的时候 还要参加一次司法特考 就像我们要参加司法 就跟检察官 法官或是公务人员一样 那考试的时候取得资格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来从事 继承法医的工作 老师我这边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有大部分是讲到命案现场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 尤其是一些大型灾难 像是地震 空难 或是之前像是美国911的恐攻 其实也都会看到 就是很需要法医这样的角色 那到底法医在这些事件当中 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重大的事件又跟我们一般 可能家里或命案里面 应该是说我们一般 我们地检署的话 全台湾全省 他都有地检署 譬如说新竹地检署 苗栗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 新北市地检署等等 那他们的法医一般执行的业务 是local的 就可能我是新竹的 只负责新竹县市 可是当重大灾案的来临的时候 要由法务部来统一做调配 因为那时候可能是伤亡很大 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时候 包括检察官 检察官总不能跨区去跑到别人 比如说新竹的检察官 跑去苗栗地检署去开庭 这不可能 又不是律师 可是如果在重大灾难的时候 因为人员的伤亡 比如说九二一大地震 那时候我们就法务部统一分配的时候 我们就地检署就会派一组人 比如说检察官把书记官 连同司机都附赠上去 就一组人就到灾区 因为死亡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协助他们来处理遗体 就好像一二十年前的空难一样 那尸体有可能掉下来 可能两三百人死亡 那去其实大概就是协助 就是一般的香烟工作 就是协助判定死因 他是不是这样死的 甚至帮他们采证 甚至帮他们 最重要是开一张死亡证明书 就是所谓的香烟尸体证明书 那为什么有些尸体会需要解剖 有些好像就可以不用 有时候是要看情况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说国外解剖率就高 有很多人会常常说 在国外都要解剖 其实没有 因为解剖要看情况 譬如说一般很单纯的 你说疾病死亡 他就是在医院 应该没有必要做解剖 除非家属可能来告官 告我们 说他有涉及到医疗纠纷 要香烟 那譬如说自杀如果是很单纯的 他就是忧郁症 有留意书在家里 也很单纯 就是上吊 这个当然家属 我们也经过调查的结果 也很单纯 也没有意见的话 这当然是不用做解剖 一般常会解剖的 大概就是我刚才各位讲的 可能有涉及到医疗纠纷的 或是我们之前 不是有怀疑打疫苗 因为疫苗造成他的伤亡 重有争议性的 或者是社会瞩目的案件 譬如说我们之前闹得沸沸扬扬 五十亿男的案子 可能家属要厘清 他是他自己跳 还是被人家推下去 要做厘清的动作等等 这种比较社会主名 譬如说受刑人 他可能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可能突然之间暴毙死亡了 有时候为了要以示真听 就要让人家知道 查明原因 我们总不能说 因为死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避免大家的恐慌和猜想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 因为台湾的风俗明星来说 应该不太希望人家碰自己亲人的大体 就是感觉解剖了 他就有种被破坏的感觉 你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吗 主持人讲到我们的心声 其实我们常常 每次家属意见很多 可是既然有意见 也很怀疑 譬如说在同居人的地方死掉 他人会怀疑可能被害死的 或者在学校里面宿舍 是不是又被同学 违欧致死的等等 我说举例 会不会是说 他是被人家不明原因 从楼上丢下去 或是推到河里面等等 当家属很有意见的时候 一定要借助解剖的时候 家属每次听到要解剖 就说算了 我没有意见 所以你会发很多时间 去说服家属为什么要解剖 好 我这边有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开麦之前有聊到 老师有说到 其实看一个尸体的死因 其实大概五到十分钟 就可以讲得出来 那这样子到需要解剖 那中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关键因素 让你们会建议家属要进行解剖吗 譬如说很简单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进去之前 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警讯笔录 警察很辛苦 都会事先做调查 我跟你说 讲五到十分钟 是为什么会 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先看过 那个笔录了 那我们台湾的警察 其实数值蛮高的 他们常常都会做犯罪侦查 先前办我们做过滤的 那我们常常会 譬如说我最习惯的 会问承办的员警说 他们家里单纯吧 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其实我们已经先 先大概一个了解了 那我们也大概知道 这个实体很单纯 去看完之后 我们就检查 可是你会突然发现 到达当你听到他都很OK 腹齿直肖 胸有低功 夫妻很好 当你去验尸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对 怎么身上有些奇奇怪怪的伤 比如说还有可能一些 不大吻合现场所有的一些急诊 比如说为什么口涂白沫 为什么嘴巴会有农药味 那这个可能就要做进一步做调查了 那当然就说我们跟你 我刚才在跟主持人开玩笑说 5到10分钟 其实5到10分钟 其实我们做一个案子 不止5到10分钟 大概花很多时间 是后续的 前置的警察调查 警察和侦察队的调查 和后续检察官的 问案的秘录 应该有蛮多是合作 就像之前 因为老师也跟李成老师是 是旧事嘛 其实应该蛮多是跟 见识人员 或者是跟司法人员 需要沟通的一段时间 好那刚刚Eddie有问到 就是法医需要学到 什么样的专业嘛 那其实上一集 我们有听 李老师有分享一个案例 是那个碎木级案例 Eddie还记得吧 对 那那个案子就有讲到说 其实后来是有发现到 一个鼻子的骨头 然后那个是一个 人类学家最后 就是建议说 这个东西就表示说 这个人已经死亡 那其实好像包括医学之外 其实好像也跟人类学 会有关系吗 当然当然 甚至跟昆虫学 法医其实 他包括的范围很广 我们一般比较狭隘的是 认为就是厌尸的工作 其实法医后面还有很多专业的领域 比如说法医毒物 血清鉴定 就是所谓的DNA 清化物 还有人类学 比如说他有骨壳模型 我们弄一个骨骸 那人类学专家 他可能可以判断一下 他是亚洲人 非洲人 还是哪个地方的人类 还有昆虫学 昆虫学是很难的 我们感觉就好像 就是长区 了不起就知道 虫多大 多长 以前电视顶多长的 那有大区 有小区的代表 就是多久 多久 几次再翻了 生长重复几次了 几个周期这样子 可是其实昆虫学 不是这么简单 昆虫学可能有很多东西 包括有很多牙科的 也是跟法医是有相关的 所以其实坦白讲 法医的领域 其实是很难的 非常复杂 很复杂的 只是说我们 只是针对初步的 我只能说 即使我做了20年的法医 我懂的部分 也是在局限在我 命难平时的 相应的工作 林老师我可会问一下 平常法医的工作的 场景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影视剧里面 法医的工作场景 就是绿灯 然后很暗 然后手术台上 会有一具大体 它那边 你们的工作场景 就是这么暗吗 难道就不能 很亮这种 我们大概觉得 跟手术房差不多吧 其实也很亮 我们希望亮一点 不然很多激震 都看不到 而且常常厌尸的时候 你放心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 会被吓死 你连尸体都搬不动 所以有时候 电视上演 参考娱乐就好了 那是气氛 实际上还是非常亮的 对啊 那就是跟你们现在摄影间 这样要很亮 当然明亮各方面 我们很多激震 我们才看得到啊 你如果没有殡葬人员 协助你帮忙翻尸体 你法医拿这么大力气 在翻尸体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 很多人的配合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死因不明的大提出来的话 宣伟一个法医 他会有怎么样的步骤 去检查 就是由内而外 由外而内 由上而下这样吗 其实这个没有这么复杂 第一个步骤 就先了解一下案情 是这个人的伤 比如说他是车祸的 那这个伤 吻不吻合 他这个人是伤掉的 是不是有所够 是不是吻合 这个人是溺水的 他是不是有一些 溺水的一些真相 这个人是烧死的 那他是不是有一些泡沫 口吐味泡沫 沸水肿嘛 是哦 或者是说他有一个 拳头握拳的那种状况 是不是有 所以这个都是 比如说有人说 烧炭就是粉红色石斑 那有人说 老师我老是看不到 粉红色石斑 我说那个是感觉嘛 那当然有很多东西 是初步看以外 你还要需要进一步的 做科学的验证 你绝不会不能跟他说 他就是 液氧化碳中毒 一个火在现场 他一定就是 液氧化碳中毒 不一定嘛 你要抽个血去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他 血中的液氧化碳的含量 死亡之后血还抽得出来吗 当然可以啊 就会变很黑一管这样吗 也没有 跟正常是差不多 就普通的血 只是说一般我们医疗人员 他抽的是血管的血嘛 那我们人死掉之后 我们大概血有一少部分 会回溜到心血管 心脏的部分 所以我们抽的位置 就比较不一样 譬如说我们抽的位置 就可能会下症的地方 就会从锁骨 因为它蒸下去的话 心脏在左胸部这边嘛 对 所以它扎下去 才能扎到心脏的血管 这里面的血才比较多 那这个心脏大概 260 280 300 320 差不多300上下啦 所以各位真的要好好爱惜 自己的身脏 300什么上下 功课 300公克上下 所以这个心脏很了不起 那个280到300公克 可以陪你跳一辈子 跳到你不爽为止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有看到 就是其实在做香烟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如果有解剖这个动作的话 会去测量各个器官的一个重量 这个是怎么去测量的呢 重量其实就好像你买菜 有没有 几公斤几公克 100克 100克就是多少钱嘛 那其实它这个 你可以想象这个杯子的 其实照理来说 我这个测量 我就告诉你 这个假设 今天的重量是 150公克 心脏我们假设说 女孩子譬如说 260到280 男生假设300好了 假设我说reference 我是参考指导 我就决定 假设是300好了 假设我这种 年纪和身材 假设300 我突然一放下去半秤 请不下它变500 你会想什么 心事肥大嘛 可能跟心血管有问题嘛 所以有时候测这些器官的重量 除了外观以外 测它的重量 可以知道一下 它是不是有一些病变 譬如说 有些肺水肿的病人 它可能重量 就可能比别人重 譬如说有些肝硬化的 它除了颜色以外 外观以外 它除了肿胀 你不能说 它变大 到底多大 眼尖为凭 就是蹭上去 就知道它重量变大 你不能告诉家属说 它心脏变大了 我会跟家属讲说 它心脏可能 已经比平时 多一倍大 所以500多公克了 大概是这样 请问这样子 检验完之后要再放回去吗 因为跟以前不大一样 这个你问这个问得很好 这个是很多家属不愿意解剖的一个原因 什么意思 你说 因为早期因为检验仪器的不发达 所以我听他们讲 因为早期做法医的时候 大概可能就会把一些器官脑 装在桶子里面 泡在浮马林之后 带回医学中心做化验 对 真的 等化验完之后再送回来 送回来干嘛 可是现在完全不 送回来要放回去尸体 所以尸体要等他们回来 对 有时候会这样 可是自从我做法医的时候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它可能打开就好像 我常常跟检察官讲说 不要跟家属做解剖 我常常比较喜欢跟家属说 他开一个刀 开刀家属比较能接受 你跟他做解剖 叫做的话 哭得稀里哗啦 那解剖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他们 那他大概解剖 就是把它拿出来检查以外 切片 取走药的 就好像我们一般的切片一样 我取走一些小组织 带走之后 剩下部分会放回去 原来的地方 当然没有办法精准的 百分之百放在 至少就是说 头部就会放在 脑组织会放回去 头部 胸部腹部的东西 会放回去 就把它封起来 那一般我们就会问家属说 那我们裁剪了一些 可能这组织就不到杯子这么大 那你要不要 我们统一把你处理掉 还是要拿回来给你们 家属一般都会说 希望你们把它火化掉 处理掉就好了 所以一般家属解剖完之后 当天解剖 我想早上解剖 下午就可以出病了吧 动作非常的快 每个地检数不大一样 以我在新竹 我大概我这么多年来 我唯一不错的 大概解剖 都会在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之内 就把它解剖掉 可能是我后来 在学人文的时候 我知道台湾的殡葬习俗 大概就是十天到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学 因为第一个 尸体放久了也不好 第二个 如果他们能够在出病之前 把它完成 我觉得对家属也不会 或许也是一种慰藉 大概是这样 杨老师的工作后来会碰到 都是完整的大体 会不会就是只有下半生这种的 其实大家不要太过于紧张 因为大概媒体报道 大概都是个案比较多 就跟我们台湾 我得强调一下 我们台湾还是一个 治安蛮好的国家 譬如说我到某一些国家 我就不能讲了 因为那个国家 我太多朋友 每次跟他讲说 我到你们那个国家 晚上都叫我不要出去 他们就开始骂我说 你不要这样污蔑我们 我们不敢出去 是跟你讲实话 你出去不要一直说 我们晚上不能出去 开开玩笑 我觉得台湾还是比较 单纯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台湾的案例 倒是都还蛮单纯的 大概不外乎 其实有人常问我 说法医的工作 其实我们台湾有60%到70% 其实是被医疗院所开掉的 死亡这边说 那我们负责这25%到30%的话 这25%到30% 你在医院大概都是完整的 那25%到30%里面 有80%到90% 其实也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 什么治理破 失快 失快那种毕竟是少数 可能重大灾难 或是可能撞击得很严重等等 那这大概都是少数 大概一层左右而已 甚至不到一层 老师如果大部分是可以 验证他的身份 可是如果小部分 他没办法验证身份的时候 你们大概会做哪些步骤 这个就是刚才你讲说 我讲到法医的东西 其实他有很多 比如说人类学家 牙科等等 我刚才看到你们访谈稿里面 有一个叫做牙齿 我前阵子的确也是遇到一个水流失 他可能死掉之后 有个女孩子 忧郁症可能就在河里面 旁边就会发现 尸体已经腐败了 可是家属看到他已经 现在夏天又很严重 所以已经一个人就变形了 家属后来警方也很冷 请他们说 我们法医建议您说 去调一些相关资料 当然不外乎就是做几种 一种可能就是指纹 可是我们台湾指纹 不是一个建党很完善的国家 在我那个年代 我现在50家了 我以前那个年代 只要男生正常体位 有当兵都会加指纹 可是后来因为人权的关系 台湾人权很重要 所以人权关系 我们就不随便留指纹 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说 以后你看到无名师的指纹 你可能去日本调会比较快 因为很多台湾女孩子 或小男生都喜欢去日本 而且我们要入境的时候 是不是要调指纹 我每次只有跟他们开玩笑 他说老师破案要靠日本 我说所以对 因为我们进出人家很多国家 都要finger 来压指纹 但我还有牙齿 对 可是牙齿不见得 每个人都一定 牙齿都会有完整的记录 不一定会去看牙医吗 譬如说很简单 很多人不见得看牙医 再来现在又给你整牙的 对牙齿完全长不一样了 我儿子以前有点爆牙 可是他后来现在变得很帅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好妈妈 他有点钱的爸爸 所以他就花了十几万去整牙 我后来看他小时候的 下片的牙齿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开玩笑 牙齿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可以比对 除了指纹牙齿以外 其实不要忽略 有一个是最容易做的 以前可能很难 现在很容易的 就是DNA DNA 鼻子是你们刚才说人类学 人类学可能就是类似像 他可能DNA不能咽 泡过海水的 有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泡过海水就不能咽DNA 水流丝要怎么办 水流丝其实它有很多东西 也可以咽 有指纹 它如果没有挥损很厉害 指纹我们常看到烂掉的 我们还是把纸皮割下来 还是有 请李生老老师他们去压 去泡完酒精 让他软化之后 李生老老师他们就戴一个手套 就当成死者的手套 就把他让他去压一个纸 我们咽过很多 可以 像我刚才讲到一半就说 有一个小女生可能掉到水里面 死掉的 她也肿胀了 可是那个案子 我们就有把握验出来 为什么 他牙科的记录非常完整 所以我们就是把牙齿打开 做一个比对比对 我们后来也可以给家属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些外观 有一些外观 Tattoo 刺青 刺青就真的 前阵子也有一个 真的也是肿的 到最后脸都被虫咬掉了 自杀 那后来我们也借助他的Tattoo 先初步判断他是他 所以刚刚有说到海水 那个部分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海水这个部分 其实我以前遇过国华空难 国华空难就是 在大概我当 当法医的一年还是两年的时候 有一间很有名的小飞机 开离岛的叫做国华 国华有一次飞机从新竹飞 要飞往高平地区的时候 他突然起飞没多久的时候 掉到新峰外海里面 对 那时候因为海流很大 所以后来尸体被捞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概都自力破碎了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有很多骨头去验的时候 有很多家属验出来 十几具尸体都几乎验出来 可是又几具验不出来 那验不出来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法律的问题 可能要宣告死亡 那这个DNA我们本来借助于 因为它牙齿可能失手分离了 那可能你捞到只有十块 那你要去验DNA 那验不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跟你讲 验不出来并不代表他不能验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因为我们DNA序列 下一次可能请更专业的 我们在切DNA的时候 切的片段 我们现在是以切片段来验DNA序列 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 可能没有办法切到这么细 所以我常常觉得 就跟我们很多命难一样 以前我在做法医之前 有很多是选 是无名师 可是当你做法医这几年之后 发现很多突然是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老案子 被重新找到 家属找到回家 施责找到回家的路 为什么 因为拜科技的进步 比如说DNA 尤其是DNA 还有一些见识科学的进步 老师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这边有采到一个资料 是说 其实失踪者的家属 他们可以向地方政府的 一些警察局的 见识单位来申请 他们要做DNA的鉴定 那这些样本呢 他其实就会送到一些 法医研究所 去比对那个 无名师的资料库 然后这样也许就可以 把他们的家人找回家 对 谢谢主持人 这个是很好的宣导 因为坦白讲 以前早期的话 我刚当法医的时候 DNA是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刑事警察局 那另外一个是调查局 另外一个是法医中心 就是后来的法医研究所 所以因为以前电脑 也没有这么发达 就各自为证 那这几年很棒 三个单位已经把它整合起来 就统一用法医研究所 那除了刚才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可以到 县市政府以外 其实你如果没有到县市政府 或许你也可以直接 打电话去询问一下 法医研究所 或许就可以直接去 透过管道去做财政的工作 老师我额外有一个好奇是 其实我们在影视剧 比较常看到被下毒 对 那如果是法医 要怎么去财政毒物呢 以前在演电视的时候 我常有 以前小时候都吸引为真 我就拉起来 吻一下 清化物 清化物 这个一定是被毒死的 那科学的东西要有科学 就好像你说 亚药药中毒 比如说毒药物的话 我们以前大概就是推测猜测 旁边有什么一瓶农药 你就认为它是农药不对 现在的角度其实是要用毒药物化验 我常常觉得说 就好像有人说 他有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忧郁症的人 有些忧郁症的 我遇过好几个个案 因为在医院 忧郁症的人不会出事 他每天住院的时候 会固定漂亮的女护士 就会拿药给他 先生嘴巴张开 胃药 有吞下去 这个在控制量 可是你回去的时候 我们精神科的药 你拿回去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着他吃药 没有 那很多 我有遇过几个忧郁症的病人 他就会把药存起来 存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认为今天是一个好时机 就整包吞下去了 那你不能看说 他前面的药全部吞下去 他就是这个药物造成他死亡 难道不是吗 你当然要验毒药物 抽个血验一下毒药物 所以这也是我告诉你 这也牵扯到 万一你旁边就留了一瓶农药 或是旁边有一些药品 你就认为他一定是自杀的 那就要非常小心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要考虑一下 就要小心一点 所以大部分还是抽血来做检验 最简单的方法 就不解剖的状况下 至少抽个血液或眼球液 眼球很好抽 眼球液或血液 其实他去做一个毒药物化验 老师你不要带来笑容讲这种话 这个 职业病 所以这边其实也会验得出 毒药物反应 当然 当然 所以有会流进去 基本的要求是要 尸体还是在新鲜的状况下 如果腐败的话 可能这些议题就已经分解了 好 那我想问一下 法医的养成过程当中 你们怎么建立这个心态 因为老师非常的 虽然非常的 能够跟他们和平共处好了 可是应该都会怕怕的吧 其实说不怕是骗人 我记得以前我刚当法医 我是考上的时候先跑去实习 我的奇门老师就是石台平老师 跟吴慕隆老师 那我记得有一次到台中 我老师那时在台中 他帮台中地检署解剖两个案子 一个两个凶杀的 我第一个案子 我从来没有 因为我27岁之前都当老师 虽然你有教语解剖 可是他毕竟是 那炮过腹马铃的尸体 跟活生生的尸体是不大一样 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到台中地检署 跟着我老师 我去当助手 看他解剖的时候 是一个黑道大哥被砍了四十几刀 就皮开肉战了 看了就有点害怕 我要走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 等一下还有一句 推进来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东西撞到我的屁股 突然一转身 突然发现一个女生 脖子上面插了一把菜刀 可能就是堕堕堕 要分尸 堕到最后菜刀柄断了 就卡在这边 我跟你说 我那一天晚上实习 因为我老师没有跟我说 尸体是什么这么恐怕 我以为他是要请我过去聊聊天 看看 结果没想到 换单片 以前是换单片 就看到这个 我打满一下 我那一天晚上从台中 开车回新竹 我总觉得一男一女 坐在我后面 我害怕了一个礼拜 我那时候一直跟我老婆说 让我惨口气 我要决定 我到底要离开学校区 继续留在学校 我那时候考虑了两个礼拜 黑道大哥被砍了四十几刀 为什么还要解剖 他身上不是都是刀伤了吗 要解剖什么 这个就很有意思 因为身上四十几个刀伤 一定是一把刀 一定是一把刀 不一定 可能有人拿开伤刀 有人拿西瓜刀 甚至有人拿扁钻 有人拿秋里亚那种小刀 甚至有人拿水果刀 都有可能一直追杀 那你要看一下哪一把刀是致命的伤 有些可能就是刮到刮到刮到 不值得会死 就好像我以前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有一个人去KTV唱歌 跟人家喝酒起冲突 现在喝酒就物事很多 下来就跟人家吵架 就他被一群小鬼围起来打 那老大就带头打 有人拿什么打他身体 所以你看到他身上有棍棒伤 还有人踢他的 腿上也有瘀伤的 还用拔的脖子的 可是你看拿凶器的 是不是感觉都是凶手 你要看凶手有拿刀子的 有拿棍棒的 有用拳头打的 有用脚踹的 就后来这些人都不是致死原因 后来警示器拍到 当大家打完之后 有一个小弟 看到大家打了 为了要在大哥面前展示威风 他拿旁边的花瓶 往他头上一砸 无捏除血 所以他的头部 可能是后来 他最主要的致命伤 所以你刚才问我说 四十几刀或臭杀 为什么要 有些人认为说 凶杀案都要解剖 这是事实 凶杀案解剖 避免以后有纠纷以外 最主要我们要厘清一下 到底是 所谓的致命伤 我们曾经到过一个现场 我举个例子 这不是凶杀的 有一个家属告诉他家人 自杀了 身上有刀伤 到达现场之后 他是农具 里面有好几十种刀 他是铁工 那你总是要看 到底是哪一把刀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要去做分辨 杨老师你后来 两个礼拜回去之后 你如何下定了决心 收拾你的心境 这个心理建设 到底怎么做的 我觉得那边可能 我那时候跟很多人一样笨 我认为说 好像看电视剧的影响 法医可以独立去办案干嘛 就后来发现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突然发现那边好无聊 好跟我以前想象不到一样 当然开玩笑 我并不是说无聊 我才发现说 我们以前常常看到一些电视剧里面 法医可以晚上跑到命案现场 好像画一个人形一样 躺在那边看清空 就可以幻想一下 他是怎么被杀死的 他是怎么死的 他可以自己开车 出去哪边探访民意 说他这怎么样 结果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法医并不是独立作业的 法医是一个团队纪律的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有人问我说 法医他定位什么 我说法医其实在 司法单位是最不懂法律的 一群医疗人员 他其实就是检察官的一个幕僚 检察官在办案里面 其实他需要几种人 第一种就是见识人员 见识人员就是李成龙老师 上礼拜年绑案 李成龙老师就好相当于他的左手 他是物证的方面帮他做检视 法医就好像是检察官的右手 他是帮他找尸体上面的死因 他的两只腿 左腿叫做警察 右腿侦察队 就是以前的行警 这一些人 这个team集合过来的资讯 给检察官 检察官就运用他自己的智慧 去来厘清和判断这个案子 所以其实很多案子的成功 其实是很多人员的集合 所以专案小组里面 常常会扮演一些角色 就是有人物证的 人证的 收集资料的 调查资料的等等 那当然 我觉得一个案子成功 不一定是在自己 是需要靠很多大家的努力 所以有办法把这个案子完成 所以会是听过一个 带给大家信心 然后完成一个案子 对 所以这样有一个好处 责任 大家把自己的责任弄清楚 这个案子就会比较好理清 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案子里面 你会发现 可能监视跟法医 他的想法 和他的方向是可能不大一样 他的认知 他提供给检察官的想法 也不大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无所谓 因为每个私讯来源越多 会越有机会去 做判断 做判定 有篇文章老师有提到 就是司法跟医学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要避免 国人再次受到伤害 那我想问一下 就除了说我们 法医的工作除了破案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 其他意义在吗 其实我觉得 我以前常常 这是好几年以前 那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很认真的在做统计 因为我毕竟是从学术过来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的是 国内的自杀率 后来我还有一次做新竹地区的车祸死亡率 这么多相应的案子里面 譬如说一百件好了 大概可能有百分之四十几是车祸 我做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警察还有很多行政部门 他们就吓到 觉得怎么台湾死亡的车祸会这么高 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他们就有人会再去调查 假设新竹市 我说假设新竹市里面有哪几个路口 是最容易发生车祸 什么时段是最容易发生车祸 死亡的 撞到车毁人亡的 我觉得这就是达到我的目的 为什么 所以你刚才主持人问我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问题 法医不是单单就是开张死亡证明书 我觉得法医最重要的工作 是一种预防医学 如何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后 提醒人家 就说以后 其实法医的工作就是 希望避免同样的案例 我举例公安 那你就希望能够 下一次不要再发生同样公安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预防医学 是我个人是比较想追寻的 追求的地方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杨老师来这篇跟我们讲 这么多 这么多 法医相关的故事 好 那但节目的最后呢 Tia还是有些资讯要分享给大家 没错 今天讨论到的人体解剖知识呢 到科教馆可以操作 医学教学规格的虚拟解剖桌 就在三楼全新的人体奥妙展 有皮肤 心肺 子宫 免疫 大脑 肠道等六大展区 让你更深入探索人体内的科学 8月16起全面开展哦 好的 那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也不要忘了帮我们五星留言评价 然后分享给更多你觉得想要对科学知识 更有兴趣的朋友们 柯柯出来讲我们下集再见 同样感谢杨明珊法医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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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